我女朋友 她居然会愿意去给别人去当女朋友 那是假女朋友 我才是你的真女朋友啊 你知道的 我是冒充她的假女朋友 主任我就说一下 那个时候 就我一个从高中玩的 特别好的异性朋友 他就想让我去假扮他的假女朋友 因为前一阵子 他的真的女朋友就把他甩掉了 他心里可能就不痛快吧 那时候我也就看他挺难过的 我才去帮他 你帮他干嘛 做女朋友 对 假女朋友而已 假女朋友都应该做一些什么 不需要做什么 就是陪他 有一次聚会呢 他知道他的那个前女朋友会到场 那我就去了 就作为一个好朋友 好哥们身份就帮他去了 而且他的为人 我知道 我清楚 他也认识我男朋友 他也认识 那我后面就去了 回来他就 就你不跟我说 其实主持人我刚才 说那么多也不是说我小气怎么的 就是 就那么多事情 我就想改变一下他的想法 就真的要把我男朋友这个地位 好好地放在他心里 哎呀 这个地位还有自己要的 不是得给别人给吗 哪有自己要地位的呀 就我希望就是 就我女朋友能够听一下 各位专家老师的一个意见 然后就能够改变一下他的想法 慢慢地改变这些坏毛病 喜欢这小子吗 喜欢 肯定是喜欢的 对你好吧 挺贴心的 那你看他难受的时候 你不难受吗 那我也挺为难的 那我的性格一直以来 就是比较开朗嘛 比较爱玩 然后他又管我特别多 我也挺为难的 就是他又不管你 他是不是就是完美男友 那不是 就管得太多了 我知道他管我是因为心里在乎 对啊 对 那你怎么就不在乎一下他的感受呢 为他做一点点的改变呢 好吧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爱情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懂对方 男孩儿 你理解女孩儿为什么 故意让你吃醋啊 为什么 他可能想让我 在理解她的程度上面 改变一下自己吧 那我说你可能理解错 有时候女孩儿啊 通常会做几件事 是故意而为 请不吝点赞同价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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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